眼皮抽动不一定是失疲劳 小心这里出问题 人们常说眼皮跳不是跳财就是跳灾 还有人说眼皮跳是失疲劳导致的 可你知道吗 眼皮跳还可能预示着一种疾病 这种疾病严重影响人的身心健康 老规矩先关注再搜藏 下次回看不明录 这个疾病就是面积筋卵 那什么是面积筋卵呢 面积筋卵是一个神经脱水窍的病变 由于血管压迫了神经 使三叉神经的面神经在出脑干的位置 发生了脱水窍的病变 造成了神经卵路 这个时候血流波动的冲击 对神经造成刺激 引起面积抽搐 这种病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容易发作 且发病率足连走高 都是眼皮跳 怎么区分是是疲劳还是面积筋卵呢 跳一下不动了 或者跳一段时间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 每天连续地跳 这种跳大概率是疲劳神经紧张引起的 一般不超过一个月就会自行缓解 而面积筋卵表现为眼瞼以及口角 正发性的不自主的跳动 每次发作几秒 几十秒 几分钟不等 一般自行缓解 但是反反复复发作 当然 要想鉴别到底是不是面积筋卵 光靠这些判断还不够 还需要去医疗机构做进一步的检查 小信号越是大毛病 下次眼皮跳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的健康问题 我做科普19年了 请感兴趣的朋友点赞关注加转发